我今天讲到好几次的要学到智慧 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从事教育界的老师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到 了解什么叫做素 什么是素 什么是道 素是什么 道是什么 也是你们这段期间要深入去学习的 那你才会知道 原来我们过往所学的多少是素 多少是道 我们所在讲 我们所在教 我们所在传播的是素还是道 你厘清越来越清楚之后 你就会逐渐扣住 什么是重点核心 你的生命也才会逐渐掌握到生命的这个核心 很多人他是很迷茫的 他是很迷茫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开启大智慧 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核心要放在哪里 清楚知道我们的未来走向要怎么走 能够学到真正高等的智慧 好好地经营我们自己的生命 先从经营好自己的生命开始 进一步学会用智慧来经营家庭 经营企业 所以高等的文化高等的智慧很重要 所以你们现在所在学的这些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提升到 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课程 大家好体会 我再强调一遍 希望大家把道德经妙解这个课程 你逐渐地认识到 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课程 为什么我会这样强调 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你深入去学习 当有一天你学到里面的高等文化 高等智慧 你知道了道是什么 你就会清楚地了解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道德经妙解这个课程 不是一般的课程 它不是一般学术的课程 它是要帮助我们生命觉醒 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潜能智慧 把我们的心胸格局视野打开 从错方向就变成越学越狂傲 在人生路上 从错方向的话 你很容易越学越狂傲 如果方向正确的话 你会越来越安心快乐喜悦 你能够把你的生命的理想 实现你生命的意义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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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